街頭傳來聲響 騎士頂著飛機頭騎著改裝車 排氣管跳超高還會冒出濃煙 日本漫畫中的暴走族現身在台灣街頭 不過仔細一看這不是改裝機車 而是一輛改裝電動車 那個只是拍影片 我平常不會計算 馬基地歐 麻辣腳石 還有什麼江南的什麼 很多通話 他們都是 很多台灣人喜歡那個通話 號稱狗類網的日本人安倍優 戴上飛機頭安全帽 模仿起日本暴走族平常的動作為妙為笑 最近他跟團隊一起拍搞笑影片 在網路上引發熱意 日本的暴走族改裝方式是有很多種 但是他們的想法是越高越帥 排氣管的高度越高越帥 大部分改裝的零件都是台灣製的 電動車導流版假的排氣管 跟喇叭都超級浮誇 也引來其他人側目 這漫畫裡面看不到 可是我在這裡可以看到這個實體的機車 這個人真的有這樣的人 但是能夠神懷原日本暴走族的背後原因 竟然是這樣 我就是之前的相當的暴走族 是真的 不是開玩笑 應該是我高中的時候已經很少 我還是 之前還是會有這樣 所以現在台灣也會有這樣習慣 安倍悠強調自己跟團隊只是為了拍影片 平常不會把車子騎上路 而建立所也提醒除非是有申請場地路權 否則這一輛暴走族電動車如果騎上道路 喇叭噪音最高罰一千八百元 並且會召回零件 確認有無其他的違規 想要改裝扣時暴走族 也得先確認符合法規